他们说哎呀对习近平不要点名哈 那我是专门研究习近平的 我不点名某某某谁也不知道说的事 基本上你没有人心基本上研究的很透 我这个说的绝对是不输百分之百 扣住他的生命轨迹也差不多 反正别人平和的咱们就不行 接下来我就准备把那七个瓦格纳的国际 因为它都是神话传说 我再点评一下叙述一下 这样呢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 大日耳曼帝国一百多年 马来全都靠马的那歌迹几页 获得灵感 纯真无愚笨的少年 因同理心而获大之后 同理经就是基督教说的那个 跟耶稣思想是同的 同化宇宙特性的真善人 我们把它变成最高的宇宙特性真善人 因为你纯因为你白色物质多 你符合了人与理智性如是道 最基本的那些东西 最基本的那些东西 救人的最基本的别字的东西 自然是同化宇宙特性 那么你就自然就是 因同理心而获大之后 现在念酒至今真言的好多都是 打完电话交大陆人 碰到危难的时候 你就念法轮大宝好好真善人好 我马上就 马上就见效果 善友善罢 能够成熟 如果你迫害真善人或者帮着恶人 欺负真善人利用真善人 修真善人的善良 那么你就出门 你这就赚个大包 有可能还有比这更更更更 更难的 更更难受的 他就没有人 他不说就没有人报道 他只要说那绝对是 生不如死吧 你看你看那些 七官活摘被江征 逼着七官活摘别人的 做安了别人的 七官的那些高官 我就不相信他静下来的时候 哪儿不疼 生不如死的感觉没有 因为你身上有修活修道之人的 七官呢 肯定你 不仅到孟建柱的家属 还有其他的没说名字的 所有的吧 听说广州那一代 当年都换心脏跟换衣服一样 我广州来的那波 展销商 我都问过他们 马上就跳起来了 刚刚前两个小时还聊得挺好 一说哎呀我听说你们那一代 换个心脏跟换件衣服一样 哎呦你是老了不怕 都知道他们都换过我补给 太便宜了 25万就能换一个心脏 然后用复标人家换还还还还还六十万 找着天下的全国第一把刀 沈东阳 然后第一个手术是姓刘做的 第二个手术是沈东阳做的 第一个手术活了六个月 哎呦复标高兴的不完了啊 以为自己就反老反童了是吧 啊后来就不行了 他还到处做做报告 从这些 然后这个就就就就就去 你不行啊 不行啊 就是他们就认为是抗体反应 实际上他杀的是修活修道之后 能能能让他常活 但是沈东阳他们有一句话 成功就是离开手术牌 这就叫成功 就是我做完手术这人是活的 这就是成功 呃事后死这不叫手术示范 杀人嘛杀人都要找借口来 收人那么多钱他说这些 啊又他们家又借啊 第一批那六十万还行 第二批那你 你看交了五十万吧 不到六十万 就是借的真的蛮强的 那他认识黄小刚啊 葛优啊 铁哥们 快 人的一生就是十五年 有名成名 最成功就是十五年 然后就躺在那功劳部长 要么就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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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败坏自己的名称 四标就是 看着他长大了 跟着颜小鹏学电影班 他们当时成为了个电影 演员培进学校 就是比电影学院培养的还好 但是挣钱没挣自己挣钱 好多人没考上电影学院的就上 严小鹏那个学校 学的还真不错呢 不管怎么说 学到了真宗 严小鹏演坏人 你根本不用脸 嘿嘿嘿 也不用化妆 就表面上就那么 嘿嘿嘿嘿 所有各地生命和物质 都有因性和散 都有因体中的发展 而整体上 整个自然世界的背后 也都有不同的神秘 目标啊 一生 最后跟葛优 哎呀 葛小张确实是演了一些 都是 那个土匪头的 或者是那个黑帮老大 上海的 是老大 他是老三 他好像 目标老是演老三 要不是就演贺隆手下的崔水游 哈哈哈哈 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第三流演员 哎 搞搞搞还国家一级演员了 主要他那个人太谦虚 跟谁都点头来摇 然后冯小刚他们就喜欢他呗 葛优也喜欢他 谦虚嘛 谦虚就讲一点绝章 他就是成了哥们 就这样 但是他们家从小都有肝炎 怎么全家都有肝炎 非常坏事 什么办法呀 但是你不能去 让他自己是不知道 让他第一个肝 第六个月就不行了 然后沈冬阳给做了第二次手术 然后第二个肝活了四个月就死了 然后他俩亲子去拜地藏和神 一走一颗痕 就像西藏人朝拜神 耶路上人朝拜神 一走一颗痕 一走一颗痕 有亡灵祭拜的 他弟弟死了以后 人家想到的就是那两个鲜活的人 被强迫献出肝儿的人 武警部队附近 肯定有一个供体基地 天津那个第一移植中心附近 肯定有一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 地下园房工程 你们就去找吧 肯定就 像309文院 周围都是大山 怎么可能没有呢 肯定有一个地下园房工程 因为四个小时那个肝儿就 这种无效的 必须得是四个小时的移植 才管得到 有一个总行的人说 四百个人才能找到一个 合适的配体 或者是 合适的供体 那么 有时候 轻 酸胞胎都不一定 血型啊 什么供体啊 配 它那个肝儿和肝儿的抗体的那个 位置是很那个的 肝儿和肝儿有个抗体功能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四个眼色 就能到309医院附近去找 共同激励 在哪里 就是我爬山爬上去 5月2号爬山爬上去 有一个人要害我 后来我一喊 我们同学的名字 你们在哪儿肠子呢 就那一次 爬了那个山 望一下看 就能看到 309的传染病医院结合医院 就那一块 还有那边 这个 几百公里远 还有这个 总餐三部的监津基地 在那山上都能看到的 就是游泳池后面的 那个山 岩山山脉的尾巴梢 那边是妙峰山 这边是黑山户 黑山户就是309 然后这边是军科 军科这边山看不见 它被一个岩山山脉的 拱起来的尾巴梢给盖住 但是走过去也就是半个小时 翻山越岭 我们上中学都是翻山越岭 那边是小山的 穿过巴一对 每天放学去看那个木铁柱 他们打篮球 你看大爪的 他到那个军人服务社去拿那柜台里的 那个柜子上东西 一拿就拿了 木铁柱 现在看来就是他大脑管 管生长的那个功能 没控制好 他就实际长 然后给他吃药打针 那个功能就没了 就不再长 过来又来了一个嘛 但是体型比他笨 没法打篮球 你看美国这些体型都跟木铁柱差不多高的 都特灵巧 嗯 哎呀 当时巴一对好多篮球运动员 都是 广州京区的 啥啥啥人物的孩子 都是高干子 高干子的当兵当过来 他们就说哎呀 这行业干不成 都是供人玩乐的 供人取笑玩乐 打口哨 这就是高干子继 在篮球队说说 废谱之言 他们那时候到处找书 看 看 就是 看 这种传续方式 这种传续方式 就王小棠老去的那家 哈哈 总政秘书长 有很多原始不过 就是口耳献处的这样的 这种传续方式 那只要 那孩子 跟他们这些 八一对的人 就是 从来一遍 因为家里来吃 就 爱看书的几个 那一对的 篮球队员 就老到那家看书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在精神和物 气务上毁灭五千年传统文化的 那个年代 还是有些 漏洞的 哈哈 像我们家 那伯母老给你讲神话故事 哈哈 哈哈哈 隐身草啊 什么什么 你带上那个功能啊 你 你 这路谁都看不见的 这路谁都看不见的 他和脚也不湿的 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收音机 那短波能够收听到才能 武器 我都能听到 你文化大学命中我在家干啥了 嗯 在家养病 去上学 等着复刻闹个命了才去上学 干颜 正在家投资仪台 晚上投最新指示最高指示下来 大家跳楼打鼓唱中指舞 然后白天他们都不在了 我就偷听鼻台 启蒙教育保姆 当时就听着广播这些电台 他说的声音那么平和 中央民广播电台声音那么炸 但是台湾的广播它都很平和 都不是正经威座的那种播音员标准声音 都是很平和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 就说平常话那种 你们现在去听台湾的广播 你们也要听过 就是它不是 你看中央战事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音全都是炸 就是正言为作 但是不轻和 你听台湾的那个声音就特别 哎呦 就像在你耳边聊天也 那么舒服 象征啊 总统 总统讯 江总统今天到了哪里哪里 哎呦特别爱听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不是 就是逼着你必须的 听一个宣传的声音和口号 跟棍子木头一样那么硬啊 他们那个播音员的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那播 周永康的这些 一个牌一个班的 都是正经为作呀 来演冠冕堂的 说话是那么一正词言 但是呢 下面全都没握起 就是那个设计家都死光了 批准部门都死光了 也不会批准大户 固扎这样的建筑物 那么明显 远看就是个大固扎 是个固扎 这怎么会批准呢 审批准门到哪去呢 好 今天咱们展示就到这吧 反正 习近平川普完了还会见面 通过说场选择 不说场 因为 他们才无所谓 什么什么来的一个代表团 什么英派啊 什么什么的 学院派啊 学院派啊 我们这边派谁就派一下 师子 真正赛智慧 根本就不是赛在这 就像高考试的人都说 那 四场考试决定你的一生 怎么可能呢 你一生那么多天 四场考试就两个小时 一场 两个小时一场 那两个小时 怎么能决定你一生今后那么多故事 我当时就这么想 所以我四点钟还在背 就政治课那天九点 九点钟考政治课嘛 我们到人大户中去考试 从义和园这边 骑自行车到那边 也要一个半小时吧 两个小时 一半小时 四点钟还在背 三点钟 四点钟 五点钟 背完了 六五分钟 吃完早饭 然后七点钟就 骑自行车去考试 就自己就这样安排了 当时 为什么能那么 很坦然的背呢 零考前还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教练 被那个 你看我 我还真压走了 你看我还真没白费 对 至少我那期赚了二十分 又高考有二十分 那可了不得 哎你就上去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当时我就想 就这明天早上九点这两小时 就决定我的一生 未来的所有的一切都酸在这儿了 真真是是一生还那么多年呢 还有五十年六十年呢 怎么可能都酸在这儿了呢 就为这两小时而备了 就像平时一样 那两小时 那两小时 不就完了吗 啊 即便他能决定你的一生 好 那我就豁出去了 我这两小时之前 这四个小时 我死就完了 灭背 压准就压准 压不准就拉倒 其实当时也是 跟那个习近平那个思想 我为什么愿意分析 分析习近平 我觉得他有些想法跟我差 就是说 我能上我就上 我不上我就拉倒 我要上我就上青王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跟他那个生命轨迹差不多 我要上我就上政委 党委书记 要么我被毛选事件奶麻 我要被我就一定要当一巴掌 要么我就不当 要当就当 国家都在打斗 和排斥各种人 谁都两派四派 都在找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候 他就能选中我 为什么 我韬光隐晦 我什么时候都不说 我什么时候都老好聊 我什么都不得罪 人家习近平这招还真名呢 这就叫 纯真愚笨的少年 天同理心而获大智慧 你说他具备不具备三国演义里头的义 具备不具备岳飞的钟 都具备呀 坏人好人他都 他都他都来来玩义气 坏人好人他都忠诚 行啊 习近平 就这种人能当国王 哈哈哈哈 哎呀 但是呢 他的幕僚 现在是真不给他出唐的 他还真是没状怨 1912年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 一家电子厂的公正 看嘛 如果不 我前面出的这些招 如果他 其实他最简单的就是告诉人家 唱平 你说我们前几任 还你那前几任 都被我的前几任都给搁成啥样了 看我得外汇啊 耍流氓啊 什么什么的 你你你列个清单 我都还你 从我们俩现在开始就全世界大同 不不互相欺骗 都公平交易 商道吗 去看南韩的那个电视剧商道 你做生意的讲道德 不讲道德你是这么钱的 这么钱就完 马上就得报应 竟然何时不测 重生魂线中得到的结果 非常激进 另外 还有是接触到 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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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没成了 但是有一点 世界的主角就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违规 违规正统 不信 你们有 我说的有道理 你们就给个赏钱 少了喝咖啡多了盖居院 盖个私人居院 盖在A9公路边上 所有的出租车 它不是高速公路不允许打广告吗 那么咱们就突破 在这个军院的大建筑物上 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大广告 看看这 每个世纪都能看到 传统文化就违规了 东边有什么 有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东边有什么 西边有什么 西边有什么 东边肯定神也眷顾了 也给你什么 不可能风神眼一直在东边 同样的故事 同样的传说 没有在西边 哦 谢谢大家